郡主 萧大人传讯 说她和威将军 明日要与天玄的顾将军见面 见面 萧大人问她该如何做 见面也好 这战火便能由威将军点起了 你去告诉萧人 明日她和威将军一起便是 是 你今夜带着建军出发 找个山头埋伏起来 大三人会合之时 便让弓箭手 开弓射击威将军所带部队 不过切记 不要伤到威将军 书相明白了 等等 你去将根莫尺放了 和她说 是南肃王下的命令 是 不知三军何谈之事 你可知晓 本王自然知晓 怪那天玄 诡计多端 要是我们早点出兵 把他们关在门里 就不会出这么多事了 在战场之上 是计谋是陷阱 全凭主将判断 此事萧然已向本王言明 似乎是威将军不停劝阻 轻敌重劲 还差点害得本王损失了大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军将领是否轻敌 还不觉着你们一句话 我看贵国将军领军大战之术一般 推脱的本事倒是不差 你 战场之上瞬息万变 难免有些分歧 太师所言及时 毕竟作战风格各有不同 我两国既已结盟 就万万不可为此等小事分崩一席呀 太夫说得对呀 我国是成心结盟 却不知殖民国主想要如何 本王只是想一心救出阿里而已 欲消国主若是不知 只怕是所图不同吧 若是殖民国主此前有此心思 归国途中派人保护 阿里也不至于落入险境 眼下谁问 又有几分真心 既然欲消国主说我军将领轻敌轰敌 那本王便亲往战场 实惠此意 既然殖民国主不认同我军作战方式 那本王便愈驾亲征 让那天玄见是见什么南宿铁骑的厉害 参见往上 快快醒醒 如何了 陈正宇南宿和天权之人向上 被人射箭袭击 是何人袭击 射箭之人放完剑便逃之夭夭 臣未能追上 哪和你上堂之人呢 necesar 月将军 带来的人皆有此生 月将军也险些受伤 骂了几句之后便逃回了军营 怎么会这样 陈有罪 放王上责罚 事已至此 火谈这事恐以无理转环了 那依你所见 偷袭治安到底是何人 对方无论是衣着还是兵气 都没有显著图案 况且对方射完箭之后 便马上撤离 可见 他们只是为了挑起 我国和两国之间的战争 能做到这些事情 又有立场去做这些事情 在外人心中 只有一人 慕容离 馬上給我去找慕容离 是